只要是经你手递给客户的 直接代表你的专业程度 信封有没有沾好 寄出是不是属实都是 你的衣着打败 谈吐举动所有的一切都是 这些发出去的信函 都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 再看一遍 没有问题啊 这漏款是几号字 这个漏款呢 是字的大小不对 这下看出来了 昨天怎么没看出来 我刚才问你怎么没看出来 我只是比较注意新的内容 内容 也就是说你讲话 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了 说话的语气不重要 所有的东西 只要是经你手递给客户的 直接代表你的专业程度 信封有没有沾好 寄出是不是属实都是 你的衣着打败 谈吐举动所有的一切都是 老板 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我保证人 你又不高兴了 我今天不只是气死 也累死 谁呀 谁把你气着了 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 他在中访的时候 对所有人都很好 又宽容又大气 现在玩具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什么样啊 金子 就是超级严格 这永远都在找茬 动不动他就说我 工资都没发 有什么资格说你啊 对啊 我接电话他说我 他说你为什么就不笑一下呢 这样的话客户在那边听到你的声音 人家都不想跟你合作 接个电话 还有啊 我填单子他也不说我 你检查过吗 这个单子代表你的脸面 如果你错一个字的话 其他做的再好都是白费 过分 好歹我也是大单位 不管是跟单员还是业务员 我都是一个双料冠军 我现在在他这边 我简直就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 那既然这样 你不给他做了 出来 我们一起做老板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面店不出半年 肯定开分店 他说话吧 就特别气人 我也真的是非常生气 但是他说得也有道理 就是态度恶悦了一点 你呀 还是能受 行了 吃个苹果吧 需要的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个事 我觉得怎么办 到底会做的东西 放进去 给你房子